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失去了C罗 我还是认为黄马将是最大热门 第二梯队的热门是游轮 曼城和巴黎 第三梯队是巴萨 拜仁和李悟普 关于C罗加盟游轮 皮耶罗说 我很高兴 这就像是詹姆斯加盟了胡人 皮耶罗表示 C罗和梅西将继续成为欧冠的主角 他们依然可以为球队贡献很多 尤其在欧冠中 C罗是一名冠军球员 他拥有只有伟大球员 才有的强大心理 并且他知道如何把他的精神传递给队友 另外 我还很期待姆巴佩和迪巴拉的表现 关于不逢加盟巴黎 皮耶罗表示 当我离开尤文时 我拒绝效力凯尔特人 因为那一年凯尔特人会和尤文T比赛 我决定离开欧洲 至于发生在不逢身上的 那是他的决定 但是 如果有一场尤文对巴黎的比赛 我一定会支持尤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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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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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